习近平依旧病复发 中美事实上已开战 郭文贵先生在11月23日透露 正要访问沙特的习近平遇到了麻烦 习主席访问沙特咋个事啊 那忘好酒店都惊空了是吧 然而关于其访问沙特的新闻几乎没更新 为啥习主席在沙特的生意里那么少呢 沙特咋个事啊 郭先生提到头疼一词 让人不仅联想到习的脑瘤就并复发 习近平和拜登在G20会面后 知情的美国政治家都认为 中美事实上已经开战 而日本人也认为 一场前所未有的无硝烟的战争 已经全面开始 美国中区选举已经结束 现在美国内部两党面对的麻烦就是中共 在G20前后 欧洲和美国所有的经济体和科技体都在审核共产党 还有什么能控制他们的手段和资源 日本也悄悄的全面开始了解中共在日本的大额投资者 没有人的地口 非常多的地口 非常多的地口 咱们在英国里面中